欢迎各位益友全面进场 9月14号 礼拜三的第二节 我们继续去跟进一下香港的最新情况 有两单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单消息 在今早早 金融界立法会议员陈振英 在港台节目表示 香港在11月举办的国际金融投资峰会 同新加坡在同期举行的金融科技节 构成了直接的竞争 两地的活动性质类同 但是时间完全重叠 而香港的入境政策和新加坡无得比 他相信金融企业在二选一的情况下 是会选择到新加坡出席实体会议 而只会是视像出席香港的峰会 第二单消息 立法会议员田北辰认为 零针大陆旅客能够取得 临时疫苗通行证 对未打针的香港人是不公平 政策不得民心 好了 在讲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吁各位有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有单新鲜滚热辣的料 跟大家分享 就是陈振英议员今早早透露 那些外国的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 已经是有所决定了 今年11月 如果香港继续是搞三加四的时候 人家就会实体真人去新加坡出席会议 香港的峰会是怎样呢 线上出席 就是什么 就是不给你香港特区政府 你还去求别人 又说 哎呀我给你一个豁免吧 别人说你这个豁免是等同于特权 我豁免 我的下属 我的小子都没得豁免 我为什么要来呢 好了 现在别人就决定了 那陈振英怎么说呢 他说香港本来 在金融科技发展上边 近年都取得了一定成果的了 但是呢 近期新加坡 又希望是吸引更多的高端金融专业的人才过去 而且不少的举措 都是针对着香港的金融科技发展 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而来的 香港是会持续地受到挑战 对啊 对不对 就算新加坡政府真的这样做 难道别人是有错吗 别人都只不过是 为着自己国家的长远利益来打拼 为着经济发展来落功夫 我认为完全没问题的 再加上 你自己在那里绑手绑脚 这些是你自己的自主范围的东西 不是李显龙总 你叫你自己停下来的嘛 没有人叫你不通关的 李显龙叫你做的 你自己做的嘛 这些东西是 所以就半点不由人的 要怪就只好怪香港那些骑人拐政客 包括是劳宠茂 高永文 和陈凯恩之流 经常走出来做家梁 说不能够呢 马上就和外国通关的 商界都叫救命了 唐常伟都说了 内循环是等于内出血 这些人是充以不聞的 好了 人家现在不理啊 视障出席 根本就当你狠狠了 所以呢 我们昨天也有质疑的 大家有没有印象啊 昨天行政长官李家超就提到 说他呢 是和一些金融业界的乔楚呢 是有沟通的 那他还说呢 德式不少人 是表示有兴趣出席的 昨天我们也质疑的了 到底这个出席 是视障出席 还是实体出席呢 现在的答案呢 就出来了 真是视障出席 线上出席 网上出席 哈哈 那不就是把鬼了 是不是先啊 真人都不来的 真人去哪 新加坡 陈振英就说 香港在吸引外国人 前来实体会议的吸引力 就相当一样了 入境政策就是整个配套之一 和新加坡完全是没得比 就算零加七 都不会有吸引力 现在按香港的规定 出席活动的时候 都要戴上口罩 他们去餐厅 酒吧活动 都有限制 入境之前 又要做核酸检测 相比之下 新加坡是松绑了 绝大部分的防疫政策了 人家一早就已经放开了 有些商界的朋友 近日去新加坡开会 就形容当地已经是 回到2020年初 疫情之前了 已经是回复了正常活动了 就算香港现在开放 相信 都未必是会令到人觉得 可以跟新加坡比较 哇 讲得很好啊 这个陈振英议员 将那个社会实况 完全这样反映了出来 虽然是讲得非常之迟 但是后知后觉都总好 过不知不觉 加上这个就是由 所谓爱国者治港框架 产生出来的政客 你说就对了 是不是 不要说其他人说 其他人说 你说他唱衰香港的 你自己说就对了 是不是 我们一早就说的了 你现在才走去松绑啊 拍马都未必追得上人家新加坡了 已经是 再加上一样东西就是 新加坡方面做决策那个 认真是抵赞的 艺高人胆大 我不是说要长他人志气灭香港威风 不是这样 而是你想想大家同样都是 做这个领导人的 论能力 论境界 论眼界 就已经是高下立见了嘛 人家特意就选了在你搞金融峰会的 相同日子 重叠的 举行这个金融科技节 你以为人家没有风险的 人家就是买重了一样东西 就是看死你特区政府 不会赶得及在11月之前 放宽入境隔离政策 连零加七都做不到 所以人家就壮胆了 喂 既然间 这个人还在绑手绑脚的 不如就我们同一个日子来去搞 那就使得那些的 外国金融机构高管 他要二选一 一二选一的时候 人呢 就肯定是舍难取易的 那就去完新加坡实体出席了 今天你陈振英自己都说了 人家看到眼光是多准准 一看准你了 还在那里 探万板的都不急的 那就对了 是不是 他就虚应一下你 李家超 会出席的 线上出席 死了吗 那当然特区政府不是说没得拆的 你只要赶一次 在10月31号搞这个金融峰会之前 放宽 那你就反张人一军 你做得到吗 你做不得到 是不是 你做得到我也说你好东西 你做不做 我觉得他没有这样的勇气 来做这个决定 做不做先 是不是 不做的 你就是样子坏了 如果被人抢客了 哎呀 真是 所以你说有什么办法不赞人家的做决策 做得好呢 现在是一注独赢了 哎呀 真的 你看见你就觉得 你是替他心急 替他不值 哪里这么狠狠的人都有的 哎呀 我不会说 那好了 陈振英还说 他认为行政长官说到 香港的竞争力上边仍然有优势 是有事实根据的 因为香港是有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在背后 有庞大的市场 那这些呢 就是拓大咯 你有粤港澳大湾区 你在那里说这些东西 我都不反驳你了 那你对比回新加坡 新加坡不是一样有整个东盟在他背后 是不是呀 人家不懂得做生意的 只有你懂得做吗 我都不明白你整天 哇 背靠祖国背靠大湾区 人家新加坡本身是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 跟东盟另外有九国 关系密切 一路做生意 有什么问题呀 你不要说得好像你有优势 你那些优势人家没有吗 你要独特的嘛 你最独特之处的就是 你搞完那些三家四酒店隔离 动不动就真是撩鼻 入境就撩鼻 好呀撩啊 是不是不知道撩 慢慢撩啊 捉到人流鼻血 就别人不来 这就是你最独特 现在就是搞完这些无谓傻居 不知所谓 那陈振英就希望特首 在十月的施政报告当中 提出更多长远的措施 吸引企业和人才来港 比如说税务优惠 或者是为特定的行业提供土地等等 短期香港就会输的 只能够是着眼长线赢回来 哈哈哈哈 哎呦 真的你还说自己是爱国者 毛主席说什么呀 一万年太久 只争招值 眼前的利益啊 你只要改一改那个政策而已 稍为一个动念而已 放宽他 你就已经是反张人了 不肯做 很多人都会出来 我认为不行 我希望我碰眼镜啊 对吧 我都不想 现在 大家都像疯狂 困在这里 但是 你能否做到所才可以 acquire 说 指日又说绳子赢 不�면 取孽 指日长线以后 什么时候了 多长啊 百年了 那 interventions 那就不要紧了 路线上东西还应该 darkest 已经说这些 好了,我們看看另外一單的消息 立法會議員田北辰就說 那個小紅書事件 就是大陸旅客 零針抵達香港之後 拿到臨時疫苗通行證 安心出行就顯示藍馬 可以到處去到處玩 他就認為 有什麼理由可以讓他不打針到處去 對於未打針的香港人不公平 這個政策是不得民心的 他說當局正在研究中 統一在郵政局和入境口岸 获發臨時疫苗通行證的要求 他就是拍手贊成 他說的話當中我小部分同意 他說這個政策是不得民心 同意 對於未打針的香港人不公平 同意 但是他劈頭那句話 有什麼理由不打針可以到處去 不同意 根本上你這個疫苗通行證 就應該取消的了 是時候廢除的 你還搞這麼多幹什麼 喂 那你又說要放寬又說要給客人 又說要跟新加坡競爭 你還搞這些東西 怎麼搞啊 怎麼競爭啊 所以我認為思路就不應該說 要求大陸的那些旅客 要打了針才可以拿到這個臨時疫苗通行證 反過來都說 就應該是將這些所有的特權廢除 大家一起可以到處去到處玩 而不論那個市民打了零針 一針 兩針 三針 四針 五針 那你這個才是叫做所謂的復償嘛 不是怎樣復償啊 你這些叫復償啊 你只不過是說 將那個打針的要求 加注在那些大陸旅客身上而已嘛 而這個當然啦 就是你無可奈何之下 我都認為是合理的 因為你無可能說 你就零針可以到處去 香港人零針就寸步難行 但是我認為思路就不應該說 喂 沒理由說不打針可以到處去 這個大前提是錯的 為什麼不打針不可以到處去呢 外國有很多地方就放寬了 今天紐西蘭都放寬了 這個疫苗通行證的要求 取消了 就是說很多的西方文明國家 當地有些人 他真的從頭到尾都是零針的 他堅持得到看到的曙光的 那你香港什麼時候可以呢 你不可以說長期實施的 因為你說現在三針而已 那個要求是 普遍的要求就是三針啦 是不是 那你三針 一年過後你還繼續搞疫苗通行證的時候 你就要求別人打四針的了 因為那些針的效力 是會隨著時間的推移 而去下跌的嘛 那你難道怎樣 繼續維持著這些疫苗通行證無了期 什麼說不通的東西來的 大陸都不會鼓針啦 是不是呢 田北辰就說了 今年五月開始 從香港以外地區抵港的人士 是可以獲得臨時疫苗通行證 當時香港的感染個案是不多 但是目前每天都有確診近萬宗的個案 到食店隨時是有機會中招的 如果內地人來港沒有打針 對他們的健康就會構成很大的危險 那麼他説特區政府一直宣揚打針保健康 即使內地來港人士是來自低風險的地區 但是香港個案高企 不是說怕那些內地人會傳染給香港人 是怕香港人是會影響到他們 那麼他就說特區政府應該是以科學數據為準則 未打針但是能夠外出吃飯 傳播風險的確是會增加 我不是很同意了 一個人就算打了針未打針也好 本身他沒有病的怎會有傳播風險呢 他病了才有傳播風險嘛 所以這個不是傳播風險 未打針但是外出吃飯的不是傳播風險增加 而是感染風險增加 對不對 你怎會傳播呢 你沒有病沒有性 田北辰有時候那些東西是說得不清不楚的 我糾正一下他 他認為呢 特區政府應該統一對內地抵抗人士的疫苗通行要求 那我也同意的 但是呢 就不是說大家一起重嚴 反過來都說是大家一起重歡 這個就合理了 不單止是說你零針可以到處走 而是香港人零針一針兩針多少針都好 都可以到處走 那麼這個才是合理 這個才是伏常 我認為的思路就要是這樣的 不過我猜特區政府都做不到的了 這些東西是 但是怎麼都好啦 起碼現在只有他一個呢 就是夠膽出來說而已 說這些政策是有問題的 對香港人不公平 不得民心 其他的那八十幾件去哪呢 對不對 老實說整個立法會 現在就多了二十個人 吃飯就多了二十個 筷子就多了二十對 啊 糧呢就出多了二十個人 但是說話稍為對版一點點的 來來去去都是只有一兩個的 田北辰就是其中一個 其他那些在做什麼的 啊 不需要做的嗎 再加一個呢就叫做陳凱恩的 陳凱恩呢就 自己富貴就望市民閉藝的 不要通關的 你怎麼搞啊 是不是先啊 怎麼來到去 猶志及興啊 我想問啊 這件事是 但是區政府說的嘛 好這一節說到這裡先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